欢迎收看这一节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挪亚 大索尔风景区山林大火持续延烧 焚烧面积已经超过33000英目 5000名消防队员不断和大火搏斗 但是还是有57栋民宅遭到焚会 超过2000户人家受到威胁 强风也将大量浓烟往北方吹 湾区的空气品质管理局证实 浓烟已经蔓延到南湾地区 南湾101号公路沿途空气都受到影响 矽谷的天空也被烟雾弥漫 南湾居民有人在晚上打开窗扇 结果烟味也跟着冷空气被吹进屋内 有人已经感觉身体不适 大索尔区是旅游胜地 很多人会进入山区露营 山林大火让暑假旺季游客人数降到只剩下三成 消防局估计灌旧行动至少要持续一个月 希望在八月底能够控制住火势 不再蔓延 新闻继继续来看亚利桑那州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有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哭着在街上游荡 当时的气温高达95度 小男孩没有穿鞋子 身上只有一件T恤 他打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 脸颊热得通红 警方赶到发现小男孩的家就在附近 而且大门没有上锁 警方进入屋内搜寻 找到了小男孩父亲的电话 警方打电话给小男孩的爸爸 询问他为什么把年幼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没有想到这个父亲竟然回答 whatever随便了 警方之后逮捕这一对父母 他们共称儿子当时在睡觉 所以他们趁机出门加油 顺便开车找Pokemon 这一对不可思议的父母 被警方移送法办 小男孩交由社工照顾 继续来看 纽约有一名异想天开的61岁老太太 她为了在早上交通尖锋时段 使用共乘车道 竟然在副驾驶座上放了一个假人 结果从她旁边经过的警车 看到她车上有个很诡异的乘客 将她拦下 她用心良苦做的假人 当场被抓包 这名女驾驶把衣服包在枕头外面 做成假人的身体 头上盖了一顶棒球帽 腿上甚至还放了一个公示包 警方立刻开单告发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在车上放假人 开共乘车道 之前还有人用骷髅头当假人 被警方发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